大家好,我是三叔公 今天呢 三國之幻想大陸開啟的這個 甜蜜情人節的這個活動 那我們就馬上來看看玩法 大家記得幫我按個訂閱 開啟小鈴鐺,按個讚 好,首先我們看到這個簽到 這個簽到不用講 就是簽一簽就送東西 可以先看一下會送什麼 這個頭像框感覺還不錯 接著這些東西就都還好啦 再建立 再來就是甜心大作戰 簡單來說這個就是大富翁啦 跟之前玩法基本上一樣 那比較好的東西就是這個武將任選的碎片 那這個有四個 地圖上會有四個 一二三四 那這邊會有這個一到三倍的這個祝福 那最好當然就是走到這邊 再用金骰子走到這邊 這樣獎勵會是比較好的 其他就比較難啦 像這個加倍要到這邊 步數是不夠的 所以我是建議把金骰子用到這兩個其中一個 然後再跳來這邊 拿任選 剛好可以去兌換王元姬 所以是不錯的喔 那再來就是珠穴來襲 珠穴來襲 這邊跟之前的那個九尾來襲一樣的玩法 要去招募這邊 那招募這邊要好招募壁 你在大富翁裡面玩的 就可以拿來這邊做招募 那這次可以招募的陣營是蜀國跟吳國 那我自己呢 每次第一天我都是 蝦吉巴招了一大堆用來測試用的 所以大家不要學我 那這次我會推薦大家 煮火燒姜 對 那我放布煉獅是因為他一直跑出來 所以我只好放他 這邊不要放布煉獅 這邊我覺得可以放魯素 那更好的選擇我覺得應該是可以放諸葛亮的 但是這兩隻我比較後面才抽到的 所以我現在打出的傷害其實不高 大家可以看到我才打了1200多萬的傷害 這個到晚上排名應該掉的很後面 那因為我是用布煉獅放上去試的 那我覺得成效不太好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著放諸葛亮看看 或者是你可以放魯素 那因為這次還加入的 丁鳳跟徐聖 所以我覺得火燒姜這個方向應該會是不錯的 但是我要先講 因為我現在的鮮素火速還不高 所以測試出來的還不準 說不定有更好的配法 我是覺得蜀國應該是不太行 所以你想試試看的話 可以照著我的方法試 那你如果覺得怕招募錯 怕被我坑到 大家可以不用照著我去配 可以等晚一點更多人測試出來 然後你再照著風向去配 那我玩遊戲是喜歡自己去試試看 所以我就自己試了 再次聲明 你如果跟著我試這個陣容 我不負責喔 但我覺得應該會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我帶布練師都打到1200多萬了 那如果帶諸葛亮上去 加快怒氣的回復速度的話 我覺得火燒隊加姜維應該是蠻強的啦 那因為我次數不小心就把它試光了 所以可能要明天再更新陣容給大家囉 那這邊 記得挑戰滿8次 拿滿這個剪刀 再加上大富翁也會拿到這個剪刀 這個剪刀就是拿來甜蜜探險這邊 跟之前一樣 用錘子去敲 那隨機敲到傳送門就可以到達下一層 那會有什麼獎勵呢 我們看一下 會有這個夢獲的造型 是還不錯看啦 再來祝容的造型 祝容造型比較香 但是祝容真的很少用到太冷門的角色了 但是真的還蠻香的啦 再來我們看到一定的層數 會拿到一些獎勵 第五層會有這個 然後第二個是可以選 三顧茅庫 招募券 降魂 或者是幻星耶 那我自己是推薦這個三顧茅庫券 因為三顧茅庫券 大家最近都要抽王元姬嘛 一定要用嘛 再加上我們抽三顧茅庫券 本身就有一定的機率 會抽到SSR的降魂了 所以我覺得這邊的話 三顧茅庫券可能比較好一些啦 那你如果沒有要抽王元姬的話 可能直接選降魂吧 就看你缺什麼 那我是比較推薦 賽庫茅庫券 再來的話 10層就有這個覺醒時 非常的重要 再來要拿到造型 要到30層 但是30層是二選一喔 你只能選一個去拿 那要拿到第二個要到50層啊 所以你兩個造型都要拿到要爬滿50層 那你如果是課長的話呢 要注意一下喔 140跟160各有一個核式幣 但是這個非常的花錢啊 而且非常的靠運氣 你全部課滿說不定還拿不到 所以自己考慮清楚 那我現在有41個 我就來敲敲看 像之前敲外圍這樣敲 敲敲看 41個感覺 哎唷可以到下一層耶 哎唷蠻快的耶 哎唷再來繼續繼續繼續 41可以到幾層啊 哎能不能下一層 能不能下一層 好繼續第三層 感覺應該是三四層左右啊 哎唷有到第四層喔 哎唷 哎唷哎唷第五層喔 哎唷 今天的進展不錯喔 好像運氣還行喔 哎哎哎哎 哇 停在第五層 那我今天花鑽買的這個剪刀 我是還沒買啦 我想先觀察一下喔 因為其實這個造型加2% 但是呢 這對戰力的提升其實非常非常的有限 上次刻了不少在這種活動上喔 在錘錘子 但是提升真的是超級低的 超級無感的 所以這次我就覺得要再觀望一下了 特別是這兩個角色基本上都不太會用到喔 只有夢獲有時候功能性的會出現 所以我會再考慮一下要不要花賺 這次可能就會跳過喔 再來王元姬的話 我目前重生了呂布 先把覺醒石挪給他用 先來抽抽看王元姬 來抽一下 武將招募券 這個應該很快就能抽到吧 哎 抽到潮人哭啊 繼續王元姬 王元姬 欸怎麼是假許啊哭啊 繼續抽 哇 這個普通抽會歪耶 頭痛啊 有了有了有了 那我們直接自選的武將 都給他了啦 王元姬直接換3隻 覺醒 覺醒到3火了 碎片直接給他兌換下去 讓他升到4火 再5火還要240個碎片 好啦我這邊240全部使用了 大家其實可以用普通的武將招募券 慢慢一天一天換啊 但是我已經等不及了 直接把它換起來 5火王元姬 那我目前暫時這樣去做擺放 那之後有更多的心得或更多組陣容 再分享給大家 來實測一下王元姬放在哪些陣容裡面 怎麼擺比較好 好啦感謝大家這一集的收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